小老师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小老师一开始把你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好的 我之前在差不多一年多前 其实只是一个上班局 那一年纪会接触到Ttok 因为我本身是对财经 我本身学财经方面的 所以我对数字比较敏感 那我接触到Ttok以后 我就大量的去阅读有关大陆抖音 以及台湾Ttok的发展 它有一些数据 那我发现这个Ttok真的是 跟其他平台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就一头再进Ttok就开始创作 大概背景是这样的 可是Ttok大家对它会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好像都是年轻人在玩的一些小短片这样子 并不是那么看重它的一些商业模式 是的 的确是这样 刚开始我也是以为是这样子 但其实大陆抖音已经 我先简单讲一下 大陆抖音目前全世界有 目前大陆有6亿人在使用 那Ttok是抖音的国际版 目前有159个国家 然后目前有8亿人在使用 所以现在台湾的Ttok 包括国际很多国家也都一样 在走以前抖音的老路子 因为抖音在刚开始也是被大家这么认为 因为它必须要使用这些方式 搞笑啦 然后引大家的目光来 每一盒创作者和用户中间 等到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 真正的创作者真正厉害的人才会进来 那目前台湾还是处于在初期发展的阶段 如果说往后看的话 包括我们美国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 如果说真的有去解读那些数据的话 我觉得Ttok的它的情景是非常好的 那它开始被关注之后 其他的社群平台是不是也想学习 可是后来好像都很难追上这个抖音的一些新发展 是的 首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包括在今年4月28号的时候 FB的创办人佐克博 他就直接说了 他针对Ttok他要开放他的购物车 那YouTube也是 在同天4月28号就这两遍新闻也讲到 YouTube已经讲了大概三四个月 他要开放购物车 那在同一天他们同时发布 购物车确定要开放 他们就是针对Ttok 因为抖音他的 大陆抖音他的发展模式太厉害 因为他的运算法跟其他平台完全不一样 例如说FB的创办人 他在2018年的9月 他就创办一个叫拉手的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应该很多人不知道 他就是做短视频 因为Ttok是在2017年9月创立 2018年的7月 佐克博就很厉害 就创了短视频 因为他看清楚这是一个趋势 但是问题是他在去年 去年的7月他就关占了 因为他总下载量只有30万 我们都知道FB的总下载量大概60亿 但是FB创办人 他创造的拉手这个短视频 结果只有30万下载量 两年的时间 所以在去年的时候 YouTube IG 我们能想到的大平台 他们全部都在创作短视频 包括SanetChat也是 但是他们在去年年底开始创立的时候 Ttok已经有8亿用户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他们是很难去撼动Ttok的地位 这个市场好像就是这样 先进入的人他就占了这个独占市场 然后后面的人想追的话 就很不容易被追上 是的确是这样 当然不排除后发先制 但是像我会一头栽进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自媒体 包括我的FB其实我的就是玩票性质 但Ttok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我就一头栽进去 我就是想当这个就是领头羊这样 因为现在我认为任何行业任何人 包括我接触到的四个企业家 我都直接跟董事长谈的 他们都非常认同 我只要我提供数据给他们 他们都非常认同 我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比我还厉害 没有人是最厉害的 厉害一定还有人比我更厉害 但是我现在先进来再去这个市场 我学财经的 所以我在做财经账号 目前在Ttok 我算应该算是 大家搜寻一下应该算是第一 但是未来有很多很厉害的进来 他其实撼动不了我了 我举个例子就像那个Apple手机的股癌 股癌的话 股癌应该大家都知道 股票的股那个股癌 股癌他在去年才开始做 但是他其实你有说他很厉害吗 他有他的专长 但事实上比他厉害的 我相信很多人是比他厉害的 但是现在再厉害的人进去 撼动不了他 其实我觉得现在任何人 进来Ttok的话 因为现在Ttok这个创作者这一块 大家还不是那么看好 因为甚至看不懂 但是现在如果站进来的话 我相信任何行业进来 现在都可以做到No.1 只要你方法对的话 我后来这两个月 有开始去看抖音的一些影片 如果是纯搞笑影片 其实30秒一分钟是很容易被看 可是如果以知识型的分享的话 他是不是就怎么样浓缩 非常大量的资讯 在一两分钟那要讲完 是不是困难度在这里 其实不会 只要用到对的方法 我举例 例如说损益表 损益表大家都知道吗 我可以讲损益表 讲三个小时 我可以讲一天 我可以讲30秒 因为每一个东西的受众 是不一样的 那么多人看 因为Ttok最特别就是说 我们往上滑的时候 任何一个平台都没有这样子 我们往上滑 我们根本不知道 下一个出现的是什么 所以Ttok它是用推给你的 可是我们去看其他的 不管是任何平台 不是这个样子 而且它是一页式 它是强迫你 推给你看的 所以这是Ttok最特别 最特别的情况之一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大家在对 做这个 比如说我们说30秒 对不对 其实这个是需要 需要学脚本而已 是 我们有那么多受众 现在上当然偏年轻化 但是问题是我们想一下 在10年前 FB也是年轻人在用的 现在没有年轻人在用 对没错 现在只有做生一个人在用 变老人家在用FB 对对对 是没有错 所以它这个叠代是非常快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做短视频的时候 我们要把我们的受众想清楚 例如说 我假设我举例 我教英文 英文可以有钱到成人 到商业英文 你只要聚焦在你自己做的那一块就好了 这个就在我们讲的你的商业定位 或者你的人设定位要非常清楚 我们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受众是哪些人 所以你只要知道受众 你的人设定位清楚的话 在Kidro是很容易成功的 你只要知道你的定位 你要去做4.8做短 那个只是脚本的呈现而已 那个都不是问题 好 那我们先从书名开始 这个流量为王 为什么一开始就这么注重流量 因为流量 其实流量就是 我们知道人潮就是前逃 那在网路上流量 它就代表的就是前逃的来源 那为什么用流量呢 因为Tito它的流量是 跟其他的平台是非常的不同 我举个例子 我可以请到主持人 假设你在FB或者是IG 你有5000个粉丝好了 5000个粉丝 如果你放个视频 或是你放个文章 大概会有多少人看 现在非常低 应该不到1%吧 是 不到1% 那其实像我举例 像我在跟人家分享 我都用CayaGa 就是YouTube最厉害的 CayaGa的其中一个账户 它大概是250万粉丝 它放的视频 平均都大概有50万左右 最高有到七八十万 甚至于更高 这已经是非常棒的数据了 可是在Titalk 这种数据是很差很差的数据 只要你用对的方式 我常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在Titalk 你如果说有一个优质的视频 你会被90%的新用户看到 这个就是Titalk最厉害的地方 我在5月23号 我开始做了一个新账号 因为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 我要证明给他们看 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所以你新设一个账号 对我新做一个账号 我就5月23号开始做 因为我的旧的账号是去年就做了 我也拿到官方认证 那我在今年5月23号 我就带着学生去做 我就示范给他们看 我相信没有老是敢这样做 但是我有我的经验值 我从5月23号到现在6月25号 我的这个新的视频 我的总流量是150万 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对一个月的时间是150万 而且拿到银排认证了 所以重点是 它的流量取得是相对容易的 因为Titalk会送你流量 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 为什么用流量回王 因为去年 我们都还记得川普 他不是在找Titalk麻烦吗 对 他一直要他的运算机制 那当然因为川普没有选上 那这件事 而且在上个5月底的时候 新总统也签了一纸新歌命令 就是说Titalk的这个 原则上是不用卖的 他也签了新歌命令 因为那是不合理的 他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 就是要他的运算机制 因为他运算机制 大家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们有研究了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要不是破解 我们知道说要怎么去让我们的流量增加 所以我的粉丝现在也才5000多 但是我流量150几万 我这个账户 新的账户目前大概放了30个影片 最好的流量是我粉丝才5000 但是我的最好的流量是 将近30万一个视频 Titalk的他会主动宣传给使用者就对 应该不是 应该是说 因为他会给你初始流量 就是说我们其实任何平台 假设我现在是零粉丝 我都不告诉任何人 我放了一个文章或放的视频 在FV或IG 一定是没有人看 一定没有 可是在Titalk不是 他会给你100到200的流量 他会先送你流量 然后他会有四个标准 计算标准 在我书上有说 他会有四个计算标准 来用户来审核 加上机器 来审核你的这个视频 好到什么程度 只要够好 他会一直往后推 推进你下个流量值 所以说你的粉丝数 跟你的流量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原则上是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纯粹就是看你的影片的品质 就对了 是 没错 可是我看到这个趋势 好像就像YouTube 他是长影片 他慢慢也想做缩短 Titalk他本来是30秒 后来他也延长了 所以是不是大家都在抢这个市场 大家都还在找一个 所谓的更好的一个商业模式 长影片的平台想要做短的 短的又想要让它变长 Titalk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3分钟了 是的 Titalk现在到3分钟 那目前在大陆抖音 你如果没有记错 大概是7分钟 他们是从15秒 然后开始变1分钟 然后变3分钟 变5分钟变7分钟 那台湾原则上 会循着大陆抖音的方式 全世界的Titalk都会是这样子 但是大陆抖音 其实它发展快 但是它中间走了很多弯路 那现在我们Titalk 现在在等的主要就是 我先强调 我不是Titalk的人 我是创作者 Titalk 只是我非常认同 Titalk它的运算机制 还有它未来的发展 那我们现在等的就是购物车开放 购物车开放 我认为会有下一波的人进来 好那现在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Google在2015年有讲过一句话 它说未来有80%的行销方式 这个大家可以去Google 看Google有没有讲过这句话 Google说未来有80%的方式 是透过影音 那时候还没有转视频 但是现在在六年后 现在已经证实Google讲的是对的 现在影音这个 是大家都已经在做影音这一块了 图文这一块是越来越少 大家在行销上也做影音 但是它没有讲到的是短视频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短视频 我刚才有讲到 Snature的IG YouTube FB没有做了 它叫IG做 他们现在都在做短视频 那YouTube的短视频 也就是那个Shorts 其实我现在在放我的Titalk的时候 我同步也在Shorts上面放 完全没有流量 因为运算机是不一样的 我也不可能花钱去买流量 现在在Titalk的这边 我们是不需要花钱买流量的 也没有必要花钱买流量 用花钱买流量 这个方式是错的 甚至于很多人还会去 买国外的那些假粉丝 那些都是错的做法 因为抖音Titalk 它在运算机 他们都会把这个东西算进去 它的运算机非常非常精准的 所以你要去走那些偏门的话 短期可能会看到效果 但是长期绝对是没办法 就跟人家FB买战术一样 对不对 对 那个是 我是非常不建议 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取得流量 你只要用贵楼方法做法 取得流量非常容易 当我们了解这个短视频 是未来模式也开始积极的去创作 那到底怎么样 所谓的这个变现 或者是有商业的这个行为 是 我会建议就是在 建立人设的话 一定要 就是用商业定位去想这件事情 很多人 他们有讲到这一点 因为现在在大陆抖音 有很多百万粉丝的人 他们已经平更了 平更就是他们已经不创作了 因为他们是赚不到钱的 老实说 台湾Titalk目前有很多创作者 虽然他们有很大的流量 但是实际上 因为像我了解很多这一块 他们会很像大陆那些百万粉丝的人 他们未来是很难去赚到钱的 所以在建立人设的时候 一定要把商业定位想清楚 那大陆抖音 它有的获利模式 在台湾原则上都会有 甚至于说有一个还会更多 因为Titalk他在一年半前 他就创立了一个叫创作者基金的 十亿美金 然后YouTube的他今年也四月嘛 他就上了Shorts这个短视频嘛 那他也是挂在YouTube上面 他也放了一亿美金 学那个Titalk做创作者基金 那这一块在抖音是没有的 但是抖音未来有的星图啦 购物车啦那些 Titalk一旦开放的话 那些获利模式全部都会有 包括一个叫星图的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个是比较细的部分 但是这些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对啊 因为我们比较熟悉 只有YouTube他的那个广告模式 就是影片做得很好 那很多人看 中间就会硬插入广告 然后你就会分到利润 可是Titalk好像 他是另外一种商业模式 对 没错 而且他的广告也跟他不一样 而这些在大陆都已经政府很成功了 那为什么说现在这些大平台 他们都瞄准短视频 还有甚至于描写他的商业模式 那像那个 因为以YouTube来讲的话 他我们就以Titalk来讲好了 他最大的收入除了广告 还有就是他的代言 但事实上流量 我们都认为是流量有钱 流量其实钱非常少 因为那个我有认识两个 我知道的两个YouTuber 他们都是九十几万粉丝 刚好都九十几万粉丝 一个已经停更了 不错了 因为他的那时候的人设 建立不太对 所以他只能赚到就是流量的钱 那流量真的太少了 就广告费 他接了代言 对 就广告费还有代言 那个太少了 那另外一个的话 他是做了十几年 做得很不错 而且他的内容我非常喜欢 但是他很有理念 但是他是不接代言的 但他今年也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接代言了 因为活不下去 他霍零模式太少了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人设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经营 一开始你的账号成立之前 你就要想清楚 对不对 是 这是重重之重 不然你会白做 而且很多人他用错误的方式 因为Titual他审得很严格 而且他股票未来肯定是要上市的 很多人踩的坑他不知道 或许有很大的流量 但事实上未来这些账号都会被砍掉 可能有踩到一些禁忌对不对 对 不管是政治种族 或者是一些敏感的议题 就不要去创作 不然你的账号 可能到时候就被砍掉就对 对 还有一个就是侵权 可是Titalk他会这么快的风行 是他大量开放很多很简单的创作技巧 让你去学习对不对 马上就可以合成一些影片 或者是加一些音乐 那Titalk到底怎么样去确保 如果你的东西是原创 你怎么样去确保你的版权呢 确保倒是很难 因为如果说要确保的话 他有很多选项你可以选 例如说你可以不让人家下载 你可以不让人家转发 你可以不让 他有很多这种选项 但是如果说以我的建议来讲 我会建议说 你不用怕人家去搬运你 就是搬运你的东西 或下载你的东西 因为你是真正的原创 他这样做只是帮助你去 让你知名度更高而已 病毒事行销就对 别人帮你做别人 对 像老师你有开一些 线下的实体创作课程 对不对 那这样子线下的实体 创作课程 是不是真的一对一 这样交比较容易入门 透过书 或者是透过网路学习 好像还是有一点门槛 对不对 也确是 就是应该这么说 我说明一下就是Ttok它在 因为现在大家还认为它是搞笑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Ttok目前在台湾大概300万用户 即使它的成长 因为大家觉得才300万 它的市场很小 但是我们看到说它未来成长很高 第一它才300万 第二在300万人里面 目前它有一个叫官方认证创作者 官方认证创作者 您知道大概有几位吗 非常少 目前在137位 被他认证就对 被他认证137位 我是去年的4月拿到官方认证 它有分三种认证 一个是银牌 一个是金牌 一个是钻石 所以跟蓝勾勾没有关系 蓝勾勾没有关系 蓝勾勾是另外一种 我等一下可以说明一下蓝勾勾 它的银牌金牌钻石 总共加起来137个 我是去年第102个拿到银牌的 然后去年的4月拿到 去年4月到现在才137个 所以才增加35个 这35个里面 有8个是我培养出来的 所以比例是很高的 因为其实大家 因为为什么他会审设 这个审设的那么严格 这个大陆没有 大陆没有官方认证创作者 但是大陆一直在扶持这些 就是第一原创 第二他是知识型的创作者 你要取得官方认证的话 你一定是要知识型的才可以 其实各行各业都可以导致知识型的 就算你是跳舞 就算你是下跌 其实你是有点专业知识 可是大家呈现出来 都只是把自己的 可能好的一面 漂亮一面呈现出来 但事实上这些内容 我们怎么把它转换成知识型的 这个就是我比较转场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把这8个里面 是各种7个不同行业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 我是觉得真的很值得投入 尤其我刚才有讲到一句话 现在任何人进来都是老大 真的是这样 就是把它各行各业的专业 把它变成知识型的传播 这样子创作出来 对 但是时间要短 对啊 因为我看到抖音很多这个女孩子 她透过这个简单的软体功能 她就可以变美女 可是这个毕竟她不是常态 对不对 她没有办法一直这样持续下去 对一般像如果说像美女的话 我会建议说美女她一定还是有她的专业知识 那如果说只是靠那个话 你漂亮一定还有人比你更漂亮 你年轻还是有人比你更年轻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如果说只是朝那方 而且他们那些粉丝很容易取得 但是问题是她的粉丝是不精准的 可是知识型创作者她的粉丝是很精准的 如果说有机会 像我就会简单举个例子 大家如果说打开TikTok上面 你看右边是不是有你的总战数 然后中间是不是有你的粉丝数 你把你的总战数除你的粉丝数 你就大概知道说她一定大概比例 有很多那些美女或者是帅哥 她们的比例是很高的 也就是说她们可能是20个站 或有一个人加粉丝 那例如说我的数据是4.8 也就是只要有4.8个站 就有一个人加我粉丝 就是很多数据大家是不会解读 大家可能会知道我粉丝有多少 我有多少人按赞 但事实上这些数据的解读是更重要的 你的像我刚刚讲的比例 只要越低的话 你的粉丝越精准 未来你要变现就越容易 所以你的按赞数跟你的粉丝数 最好是一致 一致的话 一致的不太可能 按一个站就多一个粉丝很难 对 一致不太可能 因为它那个 我刚刚举的例子 它不是那个单视频 它是总数量 那事实上在我刚讲 讲过那个数据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好的视频的话 你大概有90%的以上的新用户看到 但是你还是有1%到10%的旧用户 会看到 所以那不可能是1比1的 可是抖音它有个问题 是它的影片不好回看 对不对 不像YouTube有播放清单 我很容易找到某一个人账号的 某一个同系列的影片去看 抖音就要一直滑动 那如果创作越多 是滑起来越辛苦 对 在那个抖音它有个机制 目前好像东南亚的国家也开 好像泰国也开放了 就是例如说你是做系列的话 我们其实到我们主页都可以看到 这个创作者它的所有影片 但是如果它是做系列的话 它事实上在抖音那边 它终于有个选项 你可以把那些系列编成一个 例如说图籍之类的 未来这个剃头有开放 例如说我有一个系列是 专门在讲会计方面的 对 那我就可以把我哪些 有关会计方面的视频 就把它集合在那边 变成一个选项 你点进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所有的 会计方面的 例如我一个是讲股票方面的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 但是目前这功能还没有开放 所以未来一定会改善就对 要不然影片越来越难找 那肯定会 对那肯定会 好 最后老师你讲一下你这本书 是针对所谓还没入门tiktok的 还是已经在创作的这些使用者 可以让他更精进 其实都是 因为我发现 其实现在在tiktok上面创作者 如果说你是新用户的话 我很坚勉看 因为其实这是 我觉得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书 那我也是博士智库的财务长 我觉得书是每个人 他的精华的呈现 几百块钱 但是你可以少拆很多坑 那为什么我说这本书 也可以帮助到很多 甚至已经在创作 因为很多人他们是 我曾经有好几个 他们是加我粉丝的 可是他们完全用错误的方式 他放的视频 已经放了好几百个 但是问题是 他已经变成僵尸号了 什么叫僵尸号 在tiktok我刚刚有说过 tiktok他都会给你基本流量 然后用基本流量 来测试说你的视频好不好 如果好的话他会继续 给你更大的流量 对继续推 所以我最好的视频 是我一个晚上 我那时候粉丝才1万多 就账号 我一个晚上的流量 就将近20万 因为的视频非常受欢迎 但是问题是那些 我刚讲到那些例子 就是说他们虽然很专注 执着在那边 我相信他们愿意做视频 也希望有人看 但是他们的流量 都已经到11下了 那已经变成僵尸号了 我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即使你放新的影片 tiktok可能也不会推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是僵尸号的话 他的个人的 整个账号的权重 已经非常低了 原则上是不太会推的 然后看到那些的话 可能都是粉丝 会滑倒这样而已 所以一开始的 账号成立的人设 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前几个视频 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前五个视频 最重要 但是也还好 前五个视频是什么 因为tiktok的话 很多冲着 每天十几万个视频上去 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看 所以tiktok是有机器审核的 但是会服务人工审核 但是前五个视频 他一定会用人工审核 所以前五个视频的话 如果说你做的好的话 你的权重会很高 例如说我现在的心脏 五月的视频做的心脏 权重就很高 因为我其实 我当初本来是想示范给学生看说 刚开始一定是流量不高的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刚开始都是有基础流量 但是我这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 老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流量就上万了 现在好像上万多吧 所以也是一个不太好的示范 但是我要强调说 你的视频 刚放出来的视频 如果是100到200 这个都是很不错的数据 因为这个都有基础流量的 你只要再去精进 让你视频更好的话 即使你未来要在这边创作 其实你就是 你一直就是往对的路去走 好 最后老师讲一下 你后面有两个线下的课程 是透过进流学院官方网站 就是你的这个 创作学习的一个学堂 是 对 跟我讲一下课程内容好不好 大概有哪一些 课程内容 其实我比较会着重在实物上面 但是一些 例如说我们讲的坑 还有这些其实都会讲到 那我们会专注在实物上面 因为例如说我教的学生里面 那些拿到银牌的 其实我教的学生目前 因为我才刚开始教你多久 我教的学生其实不多 大概40个左右 就有8个拿到银牌以上了 所以我在这方面经验非常够 其实我常跟人家分享说 你要找老师 一定要有两个地方一定要挑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老师有没有成绩 尤其在TikTok的这个教学 其实目前老师是不多的 但是很多老师他是没有成绩的 他可能从大陆买一些抖音的一些 付了几千块台币 或几万块台币 然后就到大陆抖音 学了一些东西以后 他就把它改成台湾的东西就教 但事实上 目前台湾上很多老师 他做不出成绩 他甚至自己没有成绩 要实际创作就对 要实际操作 因为它的TikTok 它的运算机制 那么特别就是 它每个月都会改变 然后每三个月 会有做个大的改变 但它的基本架构是不会变的 如果它基本架构变 这个平台是错的 可是TikTok不会 它的整个主架构是不变 可是它一直在微调它的 因为它会跟着用户 跟着创作者 他们的一些创作内容 然后他们的回馈 会一直做改变 所以你一定要 老师有结果 因为其实如果说 这个老师没有结果的话 其实现在资讯那么发达 你Google都可以找到很多内容 可以看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它的学生有没有结果 如果这个学生没有结果 因为现在就像我讲的 我的学生是有结果的 学生有结果 你才值得跟这个老师学 因为这个现在资讯爆炸 其实你要找到老师 其实现在很多都是资讯老师 现在是不缺老师的 重点是说 这老师是不是真的合格 就跟很多直销都是上线赚钱 下线都赚不到钱这样 对没有错 而且我的课程其实 我的课程是这样 我的课程是结束以后 才是真正的开始 我再大概花一分半钟说一下 我的学生得到这些成果的结果 目前为止每一个都一样 所以说我有很高的经验值 而且他们走的路都一样 就是刚开始 课程结束以后 才是真正的开始 就是说 我会要求他们开始做视频 做视频以后 你只要取得基础流量就好了 你只要取得基础流量 就已经非常好了 重点是 你取得基础流量以后 我会主动跟你联络 就算你不跟你联络 我会跟你联络 为什么 我希望培养你 在T2会成功 我总可以联络以后 以这八个来讲的话 他们分两种 一个就是 我跟他讨论过一次 他的视频就上万 由100到200直接视频上万 这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六个人是 第二个视频 跟我讨论两次到四次 他们视频就上万 只要你的视频上万 你是帐号就活了 然后就拿到银牌 目前这八个走的 都一模一样 都是这种路 可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T2它的商机太大了 所以我要的是 当你有了结果以后 我跟你合作 如果大家有去研究 后面抖音 大家就会知道说 它的商机有多大 其实未来它的直播 它一定会 我个人认为 它会打败Facebook 但是抖音那一块 会不会打败 所谓EQUP 这个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 Facebook不是它对手 所以现在进入市场 是正好的这个时机就对 我个人认为 的确是这样 对啊 因为大家对抖音 其实还是留在一些 错误的观念嘛 都是一些青少年 一些无厘头的创作 然后笑一笑就好 对对对 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 正式的一个商业平台 在做创业或创作这样 对 这个就是要了解趋势啦 那因为像 你看像我刚提到 137个创作者 这些我们都是 还有兼职在做 我们就是在等后面的 整个购物车开放的大爆发 所以购物车开放以后 你的创作影片里面 就是砍入购物车里面 可以直接置入你的商品 可以直播也可以 其实我短视频很像什么 这个短视频就很像电视广告 那电视广告 我跟四个企业主谈 就是我用这个方式介入 他们虽然是中大型企业 可是他们没有大到像麦当劳啦 肯德基他们会去做电视广告 可是我们想一下 电视广告几秒钟 Titalk几秒钟 是不是很像 只是一个是透过电视 一个是透过网络 而且Titalk 你放这些广告不用钱 而且他还送你流量 而且你只要视频做得对 做得好 有90%的新用户会看到 我们做生意就是要做新用户 新用户要怎么样去留住他们 是一回事 但新用户怎么来 就是为什么他会有90%的新流量 这个就是Titalk的 他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 今天非常谢谢肖老师 为大家介绍新书 流量为王迎接Titalk时代 然后这本书博士智库出版 好谢谢 谢谢 谢谢